NBA历史上因为球员修改规则的案例有不少 案例如下 1.三秒区的扩张 1951-52赛季为限制乔治·麦肯在内线的统治里 将三秒区由6英尺扩大到12英尺 后在64-65赛季因为张伯伦三秒区再次扩张到16英尺 2.禁止采用扣篮的罚球方式 一级罚球时球位触碰篮板篮筐的前提进线 主要限制对象也是张大帅 3.乔丹法则 88年出台的一项针对于乔丹的规则 不过在乔丹第一次退役后就被废除了 之后也没有再重新启用 4.特伦特·塔克规则 89-90赛季中塔克完成0.1秒绝杀 不过联盟在逐针分析的情况下得出 球员不可能在少于0.3秒的情况下完成接球透篮 因此规定0.3秒内的绝杀方式 只限于空中接力或者点拨球 5.球员流血时必须下场 这条规则来源于魔术师约翰逊 91-92赛季 魔术师确认感染艾滋 一场比赛中魔术师受伤流血 赛场球员都感到紧张 因为联盟定立了流血必须下场的规则 6.背身5秒限制 这项规则定立于99-00赛季 主要为限制马克·杰克逊 不过也与大屁股巴克利有一定关系 只要为提高比赛观赏性 不至于一直背身单打 7.01-02赛季 联盟取消禁止联防的规则 主要针对奥尼尔 不过最后对奥尼尔限制不大 8.雷吉米勒法则 这条规则出现于12-13赛季 只要针对投篮球员 故意伸腿制造犯规而定 雷吉米勒非常擅长于这类造犯规方式 9.禁止非法电梯门战术 主要针对非法掩护 来源于水滑兄弟 10.哈德法则 进攻球员在身体接触时 相伤挥舞手臂 不会被判法投篮犯规 11.博德条款 凯尔透人是第一支允许球员总工资 高过工资帽留住自由球员的球队 留下的就是博德 又来又演化成了现在的老将条款 12.防守3秒 因为奥尼尔在篮下的统治里 联盟修改了球员能持续站在3秒区的时间 13.进攻24秒 来源于大屁股巴克利 因为巴克利经常利用他的大屁股 被一身吃防守球员 进攻时间过长 以上的这些主要是针对于场上的规则修改 又有不完整的地方 另外在场外还有类似螺丝条款 全明星投票规则等的修改 你觉得现役中 谁会成为下一个让联盟修改规则的球员 或者说联盟应该为谁去制定一些规则